凡点 师父 各位法友 大家晚上好 老师好 我们上次是讲了出世间心 要做总结 但是在继续之前 我们先讨论一下 法友的问题 上一次 我们的法友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关于出世间心 三种世间 世间 巴黎语就是六甲 三种世间 一个是行世间 行世间就是无印世间 这个行就是有维法那个行 还有友情世间 还有空间世间 我们那个八出世间心 我们在这里有讲到说 在讲这个出世间心的时候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讲 他是讲说出世间心 他说出世间是超越 由无曲印组成的世间之心 那么超越了无曲印所组成的世间之心 那这个出世间的这个世间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个有情世间 还有跟行世间有关 那么就是说呢 这个三种世间里面 它有行世间 有情世间跟空间世间 那空间世间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那这个有情世间呢 有情世间就是指的就是这些 这些有情 欲地的有情 涉地的有情 跟无涉地的有情 那我们第一章在把心分裂的时候 是不是有讲这个欲界心 这个涉界心 跟无涉界心 那么我们讲说这样分裂的话是以地来分裂 那么如果是欲地的众生 当然主要是那个生的是欲界的心 但是其实他也可以体会涉地的心 比如说像人 那么他修得禅定之后 他可以体会到这个涉界心 他就可以说体会到涉地的心 但是基本上就是在欲地的有情 最常体会的就是欲界心 在涉地的有情 最常体会的就是涉界心 那么在无涉地的有情 他体会的 最常体会的就是这个无涉界心 那么这些心呢 你体会这些心的时候 那么都还是在轮回 所以欲地的心就是欲界心 那么涉地的心 涉界心 跟无涉地的心的涉界心 这些心呢 都还能够被执起 那么我们如果单单讲心的话 那么他因为心一定会包含心所 一定要马上讲心所 心他不会单独升起 他一定会跟心所一起升起 所以里面一定会有什么那个受想形式 对不对 那么这个受想形式 还有再加上说 那个欲地的有情跟涉地的有情 他的心要升起 一定要依靠涉法 那么如果是无涉地的有情 他因为是没有涉法 所以他的心是不必依靠涉法 如果说我们是欲地的有情 你修到了无涉界心 那你会升起无涉界心 但是因为你是欲地的有情 你那个无涉界心还是要靠 还是要靠那个涉法来升起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个欲地跟涉地呢 他都有五印 欲地的有情跟涉地的有情 他都有五印 那么他的心要升起要靠涉法 所以他就有五印了 那五印因为在涉地 在欲地在涉地呢 或者是说在无涉地 事实上他都还在轮回 那么所以他们的心 他们就叫做取印 就是说他们的五印叫做无取印 他们的五印叫做无取印 就是会被子取 会被子取 出世间的心就是说 他已经超越了这个直取 那么出世间 像我们讲出世间有八个心 对不对 那个心呢 就不是直取的对象 所以出世间的心 我们不能叫他说取印 比如说你涉地 涉地 无涉地的心 那么你可以说它是四取印 如果你涉法不算的话 你可以说它是四取印 可以说它是四取印 当然你再加上设法 它就是无取印 对不对 但是出世间心呢 它是不会被子取的 因为你一旦证得出世间心 像说你证得出道心 那么它一定 最后一定会趋向你内盘 一定不退转 一定会趋向你内盘 它不是被子取的对象 所以那时候出世间的心 你不能说它是取印 但是如果你证得那个出世间的心 那么你就那个四取印就没有了 不能讲取印 受想形式你就不能讲取印 但是那个设法还是会被子取 因为设法呢 它本身它就是还是会被子取的 那么所以如果你是出世间心的话呢 那么它只能说这个四运 而不能说四取印 就是受想形式 只能说是四运 而不能是受取印 那么因为出世间心下去已经超越了那个子取 所以说我们这个初世间心呢 它是超越了这个世间的心 那么所以它才叫做那个初世间心 也就是说初世间心呢 它的那个受想形式呢 是不能叫做取印 这个在第七章还会讲到 所以这句话这样讲 这句话讲说 初世间的心是超越由无取印组成的世间 那么这个无取印组成的世间 就指的是这个玉帝 色帝 跟无色帝 这三个有情世间 因为这三个有情世间 他们还是在轮回 所以呢 我们就说它的那个 它的无印是无取印 那么初世间的心是因为呢 它这个已经超越了被子取 那么一定会趋向里内吧 所以说初世间心是超越由无取印组成的世间之心 所以你们上次的问题是不是说 这个世间是什么世间 是不是 还是已经忘记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世间指的是 异帝 色帝 跟无色帝 无色帝 还在轮回的这个有情世间 那个初世间心是超越了这三个地的世间的无取印 超越了它的那个取印了 所以叫做初世间心 因为此心导向脱离生死轮回 所以指于证入内旁 这是苦的止息 所以说这个世间指的是 欲帝 色帝 无色帝的世间 那超越是超越这些世间的无取印 就是超越了那个取印 变成初世间心就不会被辞取 所以在第七章里去翻 第七章你可以看得到 第七章它有新的整理 在讲无取印那个地方 那就要讲到说初世间的心 那么就是 只能不能叫做四取印